第八个问题 弟子四叶不顺时候 去一间宫庙问四叶的问题 那一位姬同说 我是神明的代言人 臣戒贴命要当姬同来普渡世人 要佛道上修 如不依从 神明将会阻扰弟子 一切不顺利 弟子想请教有这回事吗 这个事情 念语说得好 你信就有不信就无 你信不信 你要信就真有 佛家讲得好 一切法从心想生 你要认为这个东西不合理 你不相信就没有 你要相信他 那就真有 为什么有呢 使你信心变现出来 这个不合理啊 神 聪明正直 为之神 如果你有点小事情 这个神呢 就要来找你麻烦 他不是神 他是鬼 鬼才会找人麻烦 神不会了 佛就更不会了 佛跟神都大慈大悲 你有困难他来帮助你 他怎么会阻扰你 怎么会找你麻烦 理上讲不通 这个服务团有这回事情 我从小就见过 我也很相信 这个事情一直都有疑问 所以过去我曾经问过张家大使 我就把从小时候我在附近 附近这个缝隙很深 但是那个时候我看到很相信 因为附近服务团的时候 他这个服务团的人呢 不是专业的 找哪个都是街上啊 那个时候叫卖水啊 挑水啊 看柴啊 没有自来水 都是挑水的 都是做苦力的 又不认识字 找两个人来 来服了个像本机一样的事 当中一个龙头插着一只笔 一个人服一遍 写的那个字啊 他们不认识字 也不会写字 在沙盘里写的字 写的很规矩 我们小孩站在旁边都认识 写的很慢 我相信他 但是到台湾的时候 我就不相信他 台湾这个系统是专业的 别人不能带服的 而且的时候在沙盘上写的 写字写的快 他口里都念念 有次都念出来 一个小时写一两千字 我们在旁边一个字都看不出来 所以我就很怀疑 我就问张家大师 张家大师说 这都是灵鬼附神 绝对不是真的 冒充佛菩萨 冒充神仙 神仙佛菩萨哪里会管这个事情啊 是灵鬼 他就讲的是 满清亡国 就亡国在佛兰上 慈禧太后相信 所以满清 从前的皇帝都入书 请专家学者到宫廷里讲学 慈禧把这个废除 他国家大师的时候 有疑惑 就到卵坛里头请这个请击 那个鬼神就乱指点 把他国家搞忘掉了 所以这个东西不能相信 决定不能相信 他讲的是善的 正面的可以参考 如果讲说负面的 不可以相信 那当然最好 你不要接触 这不是正道啊 正道还是佛的经典 儒家的经典 教你伦理道德 这是正道 行正道 这些鬼神都服你 鬼神都尊敬你 所以对于这些鬼神呢 我们的态度是敬而怨之 敬鬼神而怨之 愿不跟他学习 也不必去得罪他 这样态度就很好 这个后面还有很多啊 我们这个留在下一个星期五 再答复 现在时间到了 接下来